開學不到一週就有許多家長接到停課通知 原來是腸病毒疫情升溫 疾管署也示警 疫情預計將持續上升 到中秋節過後 根據疾管署數據統計 8月25號到31號 單週全台就診人數就破了1.4萬 比前一週1.3萬還要多 已經是連續三週上升 也創下近五年同期新高 因為不是法定有規定 就是兩個以上的話 就會停班停課 所以基本上只要有一個 其實我們就會防備了 基本上就不會讓他去學校 就是自己讓他在家休息 腸病毒傳染力強 家長也擔心開學後 孩子們在學校互動增加 提高群聚傳播風險 根據教育局統計 雙北的幼兒園 已經有30班停課 高雄則有23班 腸病毒疫情逐漸進入高原期 各校也開始加強消毒 開學後出現腸病毒疫情高峰 疾管署呼籲腸病毒有多種型態 疫苗無法交叉保護 加上傳染力強 如果出現口腔潰瘍 肢體紅疹可就要多加留意 3C新聞蔡宇宙 我配花腿報導 這是消毒 Hah 該如何續發生的